全國Tesla二手車價格下跌 電動車Tesla在過去兩年的二手車價格 曾經出現過將新車作為舊車轉賣 亦都可以謀理的情況 不過Tesla的二手車最新價格 下跌的程度似乎就比其他車廠要大 路透社引述了汽車網站Atmos的數據 Tesla舊車在11月的平均價格是55754元 較7月份高峰期的67297元 下跌了17% 而同期舊車整體的跌幅只是4% Tesla二手汽車 在代理商11月的平均存貨期是50天 而整體舊車同期的存貨期只是38天 前幾個月 油價高漲和烏克蘭戰爭的影響 將能夠長程駕駛的Tesla需求推高 Tesla的新車價格亦都高過其他車廠 因此訂購新車的Tesla買家 如果一到手就馬上轉賣 亦都可以獲得相當的盈利 去訂購下一部新的Tesla車 但現在氣有價格回落 利率上升 Tesla的生產量亦都增加 同時電子車的競爭增加 導致了二手的Tesla 價錢跌得多於市場 連帶新的Tesla價格亦都下滑 據悉上星期 Tesla將今年富運的Model Y和Model 3 減價了7500元 令投資者覺得需求放緩 8月份求售的Tesla舊車 有三分之一是2022年的型號 根據Atmos的網站數據 其他牌子氣車的舊車 只有5%是2022年的型號 而事實上有分析家指出 二手車目前有衰退的現象 而根據舊車轉手公司中介 Karmes上星期發表的第三季熱跡顯示 營利下跌了86% 天下維斯記者編輯報導